三重商工为了纪念创校45周年 特别利用校园当中的水塔 创作出了一个别具意义的商工号火车头 也自识学校在教学上的创新与用心 可以作为技职教育的火车头 引领每位学生有更好的发展 色彩鲜艳 造型活泼 这个大大的火车头就坐落在三重商工的校园里 仔细瞧才发现 原来这是用校内既有的水塔改建而成的 日前在45周年的校庆当中正式亮相 取名为商工号火车头 用来彰显三重商工以担任技职教育火车头为职制 我觉得一个学校的校园 应该是一个比较艺术化或人性化 让大家愿意去亲近 平常都能够去走动 原来的东西我们去做适当的改造 我觉得包括我们学校现有的师生也好 然后我们毕业的校园也好 还有我们早上在运动的一些附近的邻居 看到都会觉得非常讶异 怎么一个好像不起眼 或者觉得是一个障碍物的感觉 那我们就把它设计成火车头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商工号火车头由学校美术老师简智哲设计 并且由板金科与汽车科的师生发挥实作精神 共同进行外观制作完成的作品 让全校师生都引以为荣 造型是用比较复古一点的像有烟囱 然后后面的水塔造型它就刚好比较符合 我们整个救火车的形式 那又刚好可以把我们学校工科跟商科 一个好像作为一个技职学校的一个 好像火车头有带动的那种感觉 那在意象上就是说跟美学整体去做一个结合 商工号火车头不但为三重商工的校园 增添艺术人文风情 更凸显学校在落实技职教育的努力与用心 记者省州里面会三重采访报道